第一点三十三 骑车子 从这个Yansky到阳西丽礁这个方向 三环的 这是市中心 骑过去应该有8.5公里 需要50公斤左右 因为红利灯 使这个表太多了 这个里面放了杯咖啡 咖啡我把那个盖子 小孔子关上的 我不知道 这样骑安不安全 应该有问题 这个车不好骑啊 没有那个 滴滴的那个车好骑一些 还有那个哈喽出行的那个也好骑 好 这一车 滴滴滴 剩1.35公斤左右 骑过去应该在2.30公斤 2.30公斤 2.20公斤 这是出租座商铺 旁边那些都没有开 有负面 都关掉了 左手边以前是北京华联的 早就拆了 早就搬走了 这个是韩国城 以前是卖韩式的那些 女生使得用的那种 现在你看好了都没关门 都关掉关掉了 这一栋楼修了将近20年了 10多年左右 烂尾楼 这个地方是 以前的染房间 小商品 批发市场 这条巷子 后面拆了 重新修的那栋楼 修到现在没修好 这边那栋楼也是修了10多年 才修好了 前新世界百货 现在也搬走了 搬走应该是去年11月 11月份12月 现在你看那个制度还在 从世界百货 那个贸易百货以前是人民商场 现在还在坚持 那边也是 有一个那个 这个 墨尔百胜 也关闭了 搬走了 就在那个比较高一点 就在墨尔百货 隔壁 这个市中心都搬了好多啊 都住不住 疫情之前是 开了 这个空地现在是重新修 以前贸易百货 它有拆了一半的面积 这边是青年路 皮蛙市场 主要是看那个九龙广场 九龙广场是 最火的吧 现在那边全是商铺出租 对啊 百货 二十四年 四十五年 的 我不许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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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违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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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环境就到春西路那边 然后那个国家173 那道楼是成都第一栋最高了 33层 之前那栋楼是整个四川城 应该是最高的 那栋楼是整个四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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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整个四川城 走开 十五川城 现在是整个四川城 那栋楼是整个四川 então 就做了两个四川城 都写了十五大 这个池楼是整个四川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条路叫顺城大街 成都市第一条搞拆迁的那条 之前有地下通道 就是整个一条街 下面全是 地下都是卖东西卖东西的 这个年代 生意好做 每天 人还是挺多的 它这个过街 现在隧道也比较多 地下的通道比较长 应该有将近两公里 就是一条直线到刚刚沿石头那边 现在里面全部荒废了 没门了 早就关门了 它把关掉了 对面那个是基督教 上祥堂 是中心有两个基督教 这个地方以后还有第二人的医院里面也有一个 天赋皇场旁边有个清真寺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最高的位置 有钟表 有个时钟 有个十字架 星期六星期天 开放了时间 只有两天 平常都可以进去 那段时间 疫情的话关闭了吧 现在已经开了 这是第一当地马面写的 都可以进来 收听了 那是 北青山 各公里 都可以进去 有 bör的 在面 开放不开 劲 这一片是 利斯卡尔顿和福利广场 以前这个修了好多年 完全修好应该就这几年的时间 之前应该断断续续 说十五六年吧 这个地方一直哄不起来 这个就是商场嘛 一直哄不起来 从来就没看见有什么玩意儿 里面也是稀稀拉拉拉 这里主要还是公寓 出租那种 这里面很多酒店 你走我说 走我去一下 试一下 这个地下上厂 荒汇了好多年了 也就是开业的时候 应该火了天 夏天的时候 下面人最多了 因为夏天热 逖导了一段时间 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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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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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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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之前那个车是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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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铁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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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